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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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春季 一支来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队伍 在北京巴达岭长城以北的君都山调查勘探 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古老的青铜短剑 这种剑呈直刃匕首式 剑柄和剑身连柱而成 通常在26厘米至28厘米之间 因而称作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 这种短剑几乎只散建于中国冀北山地一带 但都属于被动发现 缺乏系统的有代表性的科学发掘资料 青铜短剑C207 这导致许多人对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的认识 模糊不清 学术研究也相对滞后 对深耕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进封义来说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无限可能 它也因此对这种短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种短剑它到底是出在墓葬里呢 还是出在遗址上呢 要是在墓葬里啊 那是什么人在使用它呢 这些剑是怎么做出的 有的人把它归结到匈奴里边 也有的人把它归结到东湖族里边 我觉得都不够科学 没有遗址和墓地墓葬的材料作为依据 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做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后 进封义最终在君都山找到了这种短剑 以及对应的墓地 其墓葬数量更是多达数百座 在这些墓葬中 大量的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 以及其他各种青铜器 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 而且显示出较为浓厚的草原文化特征 考古队员也对墓葬的身份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这里埋葬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 他们又为何会埋葬在君都山呢 自1985年春季开始到1986年夏季 整个发掘工作只推进了一小半 因此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答 更重要的是 考古队员已经进入了 发掘另一座大墓的关键阶段 这座墓葬与之前发掘的墓葬都不同 其平面呈抹角梯形 矿口东西长3.6米 东端宽1.6米 西端宽3.23米 面积超过了周边墓葬 考古队员对此充满期待 当时勘探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墓 形质比较特殊 图字形 面积较大 在中小型墓里没有这样的形质 所以我们就想呢 这肯定是一个大型墓 重点墓 就把它放到最后 处理完中小型墓之后再发掘 我们想 这个墓里肯定有货 你看这个土层 差不多已经 快到咱们这个墓的整长陪葬的位置了 根据以往经验 考古队员首先将重点放在墓葬东端 这是因为之前许多墓葬东端都有殉生 眼前的这座墓葬是否也会如此呢 随着土层被一点点清除 东端田土中果然出现了动物骨头 这是当时考古队员拍摄的训生照片 牛羊狗等动物骨头堆积在一起 当考古队员将上层的大量训生提取完毕后 下层训生的情景令他们感到震撼 这一层训生摆放得十分整齐 以马头骨和马腿骨为主 而且马头稳步一律朝东 体现出很强的仪式感 当时我们提取这些训生兽骨费了很大的劲 一个是一边提取要一边记录清楚 统计出兽骨分几层 训生种粒多少 还有各数量多少 还要保持训生兽骨的完整性 确实挺费劲的 这是考古队员从墓葬中清理出来的动物骨头 它们不仅数量庞大 而且种类多样 包括马 牛 羊 狗 四种动物 与之前出土的动物骨头相比 这些骨头不仅保存得更加完整 而且个头更大 极有可能经过精心挑选 既然如此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呢 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 除了训生之外 填土中竟然还铺了一层石块 这是考古队员拍摄的一幅矿内基石分布平面图 墓葬东西两侧 分布有大量自然石灰石块 而中部的基石 由于木果腐朽塌陷 便随之落入果室之中 其实 墓葬中填埋石头的现象并不少见 古代有一种墓葬被称为基石基沙木 这种墓葬的封土中 填埋有石块和沙子 少则一层 多则数层 其主要作用就是防盗 这座墓葬的上层有大量的基石 这样的埋葬方式 在玉环苗墓地是唯一的一类 也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墓葬里面 只保护了它一个 就可知 这个墓的重要性 它的等级有多高了 当这一层石块和填土被清理后 为了保存木葬形制资料 考古队员拍摄了一张照片 摩脚梯形的木葬东端 铺满训生 南北两侧还有二层台 两侧二层台的中部 极为果实 当果室内的填土被清理后 考古队员又见到了熟悉的器物 这是出土于木葬果室东端的 一件铜雷 通高26.6厘米 斜长口 从肩部到底部逐渐内收 肩上有两只对称的 回首卷耳 吃龙闲环耳 龙体上是有灵纹 从颈部到下腹部之间 也分布有各种纹饰 在果室的另一端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件铜队 这一件铜队 通高14.2厘米 由气身和气盖组成 气身上 柱有两只对称的环耳 气盖中心 也有一卷盐桌手 可供提拿 它是一种石器 可盛放食物 接下来的发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时把铜队的盖子打开以后 就发现里边金光闪闪 还放了另一件铜器 这就是铜盒 因为封闭的严密 这件铜盒非常干净 非常漂亮 在带盖铜队的保护下 这件表面硫金的铜盒 氧化程度很轻 出土时 仍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 正亮如新 是一件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物 这件铜盒通高6.9厘米 通长14厘米 联耳通宽12.6厘米 是一种水器 气身上有一圆形环耳 以及两只小鼻钮 腹部偏上 是有带状勾云纹 下接三角纹 与前一座大墓情况类似 这些青铜器 同样是中原地区 常见的青铜铃器 至于它们为什么 会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赛外地区 这还有带考古队员 做出进一步研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 只有身份等级高的人 才有资格随葬这种青铜铃器 当这些体型相对较大的青铜器 清理完后 考古队员在牧主人的腰部 发现了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 这把短剑通常28.6厘米 剑柄长6.1厘米 上面布置回纹及突原欠窝 欠窝之中原应相有绿松石 与其他青铜短剑比较 这把短剑的制作工艺 显得更为讲究而精致 更为重要的是 在牧主人的颈部偏下位置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件金虎形器物 这一件器物使用模具 制作成浮雕状 分正面和背面 背面有两个纵向穿笔 应当是一种可以佩戴的牌饰 牌饰正面是凸起的一只老虎 四肢向前呈行走状 肌肉隆起 表现出老虎的强劲有力 这是考古队员到目前为止 发现的唯一一件金虎牌饰 它不仅代表着绝对的权利和地位 而且似乎渗透出一种 动物崇拜的思想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 以老虎为主题的文物 大多出现在北方草原文化的 牧丧之中 这是否意味着牧主人的身份 与游牧部俗密切相关呢 当这座大幕清理完毕时 靖丰义带领的考古队伍 已经在军都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由于墓地面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发掘工作还只推进了一小半 不过从现有的发掘结果来看 整个墓地的特征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这群人生活在春秋时期 他们崇尚东方 因此将墓葬设置成东西巷 在他们的生活中 职任匕首是青铜短剑 极为重要 而且他们还训养着大量的牲畜 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人很有可能来自一个游牧部俗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又为何要集中埋葬在军都山呢 发掘工作尚未结束 考古队员还不能对此下结论 到此时为止 考古队员在玉皇庙墓地 一共勘探出了400座墓葬 还有将近一大半的墓葬未被发掘 在考古队员准备全力推进工作的时候 当地文保部门萌生了一个想法 这些墓葬保存完整 特征明显 虽然说当时还不能直接下结论说 这是哪一群人 因为毕竟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但是就这个现场来看 这些遗迹非常值得保留 如果能在这山坡上 留下这么一个直观的文化遗产 将来就得建一个保护大厅 这要比全部放在博物馆里更加直观 其实早在墓地发掘初期 靖丰义的老师 现代考古学家苏炳奇 也对这片墓地极为重视 并建议留下足够的墓葬影像资料 当时苏炳奇老师 到葫芦锅玉花庙都看过现场 他跟我说 他说你一定要花点钱 把像照好 他说这个好多地方 墓葬挖出来了 出的东西也不错 但是相片不行 全是文字 很可惜 他说所以说我建议你 一定要把每一个墓的照片 照清楚 照好 留下可以参考的影像资料 在这种强烈建议下 有一种照片尤其受到重视 那就是玉皇庙墓地的全景图 全景图不仅能直观反映出 玉葬的规模和布局 而且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但是要想拍摄到 玉皇庙墓地的全景图 这在当时极为不易 墓地面积那么大 墓葬那么多 怎么照全景图 当时还没有现代这种航拍器 没有无人机怎么拍 当时只有靠热气球 让热气球把人带上去 然后带拍摄 1987年夏季 经过多方合作 一支硕大的热气球 终于出现在玉皇庙墓地现场 但另一个现实的挑战 摆在了现场所有考古队员的面前 热气球来了 谁上去拍 气球创了山怎么办呢 让别人上出了事呢 这个危险 只能是我自己上 这就是静风亦冒着生命危险 为玉皇庙墓地拍摄的一张全景照片 山坡台地上的一座座墓葬 清晰可见 在那个科技还不够发达的年代 这些资料尤为珍贵 与此同时 有关墓葬保护的申请也已经通过 但由于资金有限 考古队员最终只能选定墓地中的一小块区域 当时建这个现场博物馆 到底是先建管后挖墓 还是先挖墓后建管 这是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先建管后挖墓 墓葬容易遭到破坏 展出的时候效果会受到影响 如果先挖墓后建管保险一点 但是我为了能使得墓葬现场沉列管 效果更好 还是选择了先建管后挖墓 冒着一个风险 我堵了一把 就在刚刚展示的那张全景照片的右下角 有几座墓葬被特意圈了出来 这就是晋风翼最终选定的墓葬区 其中包括了十座墓葬 这十座墓葬呢 从墓葬框边的轮廓线看 有两座大墓 八座小墓 我当时有猜测呀 这两座大墓里边肯定有货 但是这种猜测也只能是赌一把 看那两座大墓呢 地理位置偏北 地势更高 也相对平坦 容易保存 那么这十座墓葬中究竟有没有惊喜 晋风翼又是否能够继续在赌局中获胜呢 一切还是未知数 两年过后 玉皇庙墓地的发掘工作再次进入关键阶段 1989年9月底 在被选定的墓葬区 保护大厅已经修建完毕 10月1日 晋风翼带着考古队员 开始发掘剩下的十座墓葬 当他们将相对较小的八座墓葬发掘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于剩下的两座大墓 那两座大墓啊 平面形状 都是图字形 面积较大 不过 我想我们也不着急 就正常发掘吧 因为前面那八座小墓呢 都出了东西 都挺好 所以这两座大墓 肯定也不会太差 清理工作进行了没多久 训声出现了 其中包括马 牛 羊 狗 四种动物 这些动物骨头 个头大 似乎同样经过了精心挑选 这意味着 禁风意的选择没有错 他眼前的确是两座高规格大墓 当果室内填土被清理干净后 各种青铜器 琳琅满目 其中包括青铜礼器 执任匕首式青铜短剑 青铜削刀 青铜带钩 以及剑足等器物 这与之前大墓中所出的青铜器 别无二致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其中一位墓主人的颈部位置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件金黄形式 他的外形和玉皇相仿 好像一弯闲玉 尽管造型简约 但他无疑代表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 那么 这位墓主人会有着怎样的身份呢 这里是进封历保留下来的墓丧区 在保护大厅里 十座墓丧的原貌 一一一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一座保留较好的 规格较大的大型墓 平面呈图字形 东端的训生 规格很高 四须俱全 墓坑内的人骨是一位男性 身高一米八五 年龄二十五岁左右 隋葬品的规格 配套也很高 表明 这位死者的身份 生前是一位部落首领级的人物 那么 这些身份尊贵的墓主人 究竟是什么人呢 当保护区内的墓葬 全部清理完毕后 君都山墓地的现场发掘工作 也宣告结束 接下来 考古队员开始系统地整理出土文物 他们期待在这些文物上 找到相应的答案 1985年 静锌义为了职任区旗 西筑区차的眼神 前往君都山调查勘探 他最终在玉皇庙墓地中 收获了86件 执任区旗 石金铒短件 那么 这些短件都有什么特征 使用这些短剑的墓主人 又有着怎样的身份呢 这就是典型的山龙出土文物 执刃匕首是青铜短剑 它的刃是直的 然后整体像一把匕首 所以被命名为执刃匕首是青铜短剑 这种短剑都很短 一般不会超过三十厘米 玉皇庙墓地出土的 执刃匕首是青铜短剑 由剑手 剑柄 剑格与剑身四部分组成 剑柄和剑身一体铸造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 执刃匕首是青铜短剑 与辽西地区东湖不足 通常使用的驱刃短剑不同 以盘阳脚文居多的剑手文式 与内蒙古地区出土 匈奴使用的厄尔多斯式 执刃青铜短剑的主要文式也不同 进封义据此推断 使用执刃匕首是青铜短剑的人 应当不是匈奴和东湖不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使用这种短剑 他们的剑锋又朝向谁呢 在整理文物的过程中 有一种器物受到了进封义的极大关注 它名叫铜腹 是一种烹煮器 球形腹部 上柱两只提耳 下接喇叭口形矮圈足 进封义之所以为之激动 是因为铜腹常常出现在 游牧不足的墓葬之中 并非中原制品 这已经得到了考古的使证 此外 从外观上看 这件铜腹的做工 不如同意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 其青铜技术与中原相比略逊一筹 不仅如此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了大量的青铜配饰 这些配饰上塑造出了生动的动物形态 这是一些青铜牌饰 包括虎形 马形 以及鹿形 等多种动物形态 这是青铜带饰 也有虎形 马形 鹿形 等动物造型 动物元素丰富多样 是军都山墓地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墓葬中的驯生来看 牛养狗的数量很多 而且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这是一张驯生图 驯群里面马牛羊狗四驱俱全 狗的位置在驯群的最前方 后方和两翼 中间是牛和羊 表明什么 狗在监护着这个驯群 游牧不足 最重视的驯群就是驯群安全 因为驯群是他们物质生活基础的主要来源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个族群应当是春秋时期的 一只以游猎 驯牧为主的副族 并把军都山作为一处据点 军都山的森林 草地 水流等资源 为他们提供了幽默的生存条件 而且 这里靠近南部的燕国 以及广阔的中原地区 他们可以及时了解附近社会环境的变化 那么 到底是哪一个不足会涉足此地呢 春秋时期 中国北方草原和山地地区 分布着多个游牧部族 他们有着相似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但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风貌 其中 有一个游牧部族 引起了禁风意的注意 它就是山戎 山戎是中国北方一只古老的游牧部族 以游猎和畜牧为生 早在夏商以前就已存在 山戎的活动地域 据史记《雄龙列传》记载 在燕北一带 这刚好与君渡山玉黄庙墓地 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另外 从时间上看 玉黄庙墓地的时代呢 跨度也刚好与山戎活动的时代相一致 而且玉黄庙墓葬的特征鲜明 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器物群 综合这些要素 我们推测 这个部族是山戎 这是符合历史时期的 如果这种推测属实的话 那么玉黄庙墓地 应当是一只山戎部族的士族墓地 三座男性大墓的墓主人 极有可能是这只山戎部族中的 球王或首领一级的人物 其中拥有金虎牌式的墓主人 级别最高 他们不仅随葬有大量珍贵的 带有草原文化兴致的随葬品 而且还拥有着其他人 所没有的中原青铜礼器 这些青铜礼器 为什么会出现在山戎部族里 我们想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它可能是交易来的 也可能是中原某个国家 亏正的 也有可能是从中原掠夺过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 从这种对外交流中 考古队员仿佛看见了 山戎部族的兴衰过往 据史料记载 山戎曾多次骚扰燕国 更夸张的是 山戎甚至越过燕国 而直接与齐国对抗 他们使用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 来进行近距离搏杀 那些箭族则是他们远距离攻击敌人的戾器 让山戎命运急转直下的事件 发生在公元前663年 这一年山戎照常侵扰燕国 燕国则向齐国求助 于是齐桓公对山戎发起攻击 击败了山戎 并且一直打到古孤竹国才收兵 此后山戎渐渐销声匿迹 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如今 君都山下的山戎墓地 成为中国目前发现的 唯一一处大规模的山戎文化遗址 其完整性足以证明 曾经有一只山戎不足 把君都山定为最后棄居地 并与此长眠 颇有意味的是 在这些牧主人的头部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许多的小铜扣 一些铜扣的穿笔上 还带有麻线的痕迹 考古队员推测 这种铜扣应当是与麻布相连 用以盖住牧主人的面部 在君都山的山戎墓地中 这种麻布负面的藏俗很普遍 他不论性别 也不论尊卑贵贱 他似乎是这只山戎不足 所有人都信奉的一种心灵法则 除此之外 在长达数年的资料整理工作中 考古队员逐步确认 以含有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 与其他文化遗存不同 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玉皇庙墓地就是一个典型立正 于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也由此诞生 它就是玉皇庙文化 第一 这一文化有它相对稳定的分布地域 就是祭比山地 第二 它有一个清楚的年代跨度 玉皇庙墓地占据了其中 三百年的时间 第三 它有自身独具的文化内涵 像墓葬行制啊 短剑啊 信生啊 麻布负面啊 特色鲜明 有了这三条 就具备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条件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玉皇庙文化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 晋风义为了寻找职任匕首式青铜短剑来到军都山 经过多年的发掘研究 这种短剑的归属问题终于理清 它曾经是山戎抵御外敌的利器 如今成为玉皇庙文化遗存中 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典型代表 并被人们重新认识 君都山墓地为探索已经消逝了两千多年的山戎部族的历史面貌 士族组织 社会性质 以及与邻近地区的关系等问题 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也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先秦史的研究内容 今天 只要人们站在巴达岭长城上向北眺望 那连绵的群山下 便是一只山儒不足曾经生活的领地 他们留下来的印记 在两千多年后依然深刻而厚注 并且意义非凡 但对考古队员来说 君都山墓地只是探索山戎历史的窗口之一 这个曾经新盛意识的不足 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命运 这仍然需要人们不懈地追寻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